这些检疫专案上路之后 爆出有民众14号回台 明明是用7加7春节方案 预定高雄防疫旅馆7天起满 就可以在21号回家检疫 但16号却被卫生局通知 同班机有确诊者 被匡列为接触者 所以就从居家检疫 变成了居家隔离 要求他留在原本的检疫旅馆 再多隔离7天 更夸张的是 要求自行吸收超过万元的住宿费 让他气得无法接受 对此高雄市长 陈其迈表示 市府每天都有补助 1500元住宿费 除非是有额外的消费 才需要自行负担 春节检疫专案上路 却爆出有民众被卫生局告知 防疫旅馆待满必须继续留 而且费用还得自己付 原来是因为这位民众14日返台 预定高雄防疫旅馆7天起满 21日就能回家检疫 没想到16日被高雄市卫生局通知 同班机有确诊者遭狂烈接触者 从居家检疫改为居家隔离 除了要求他留在原本 防疫旅馆隔离7天 费用每晚1500元 7天下来超过万元 还得自行吸收 让民众觉得很不合理 全国的居家隔离 我们都有补助 市府赶紧还假 表示居家隔离都有补助 提供每天1500元住宿费用 除非有额外消费 才要民众负担 反正你也不用负责嘛 然后政府有一些补助嘛 靠靠靠的出的 我们支付就出了 以下要求自费 以下又说可以补助 一个隔离两套标准 正令不一也难怪民众会生气 记得高雄综合报导